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一首诗叫做 君从来因之故乡是 来日遗仓前还没着花味 这首诗大概我们在同年的时候就学过 比如说你从台湾来 你就应该知道台湾的状况 你来的那个时候那边现实什么状况 那这种东西你要怎么讲呢 其实这就是我常常讲的 有效宪明跟无效宪明 宪明是一个术语 也就是像警察他要破案 他必须在犯罪分子 就有一些观察家们 会提供线索给他 记者就是一个 情报员当然更是 还有一个特派员 不管是什么单位出去的特派员 派到国外去的 他这样随时要反馈 讯息最近有什么新的东西 新的发明 新的创意 新的活动 新的政治人物 政坛等等 这都是所谓观察员 不管你是观察什么 如果你是考察的是工业 你就要回报 同样的 这就要有一些什么技巧 我就开玩笑想说 那些老初就是什么 以前军阀那些老初就是 安不认识智 智不认识安 谁敢嘲笑安 安就毙了他 当然了 因为他们是手上有枪杆 他可以这样 但是如果你不认识智 你不知道怎么表达 那你就是 典型的老初 你就没有资格做所谓的特派员 也没有资格说做国民外交 你能外交什么东西 你肚子里就没有货 有货的人也不见得能够表达 为什么 因为茶壶里装汤圆 有东西但倒不出来的人 很多 那就是有的人讲 口条不好或什么 其实不是 其实是他根本就没有真材实料 有真材实料怎么会不能讲呢 那我们就讲到说 比如举一个例子来讲 刚刚讲的是情报员跟记者 还有特派员 这些人还有县民 另外我们再讲一个 讲一个 那个 这个军人 军人就是 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 这个上级视察 就是你的首长到最 比如说 比如说国家元首 到了最前线 当然现在不可能了 蒋宗这时 他就会 他就会接近非常前线的地方 有的时候在战时中 他来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要由那个 那个战地的那个 司令 司令员要简报 简报 你不能够 从盘古开天讲 你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他就直接就 把现在的状况 很短暂的很快速的 把他 把他那个 详细讲解 对方的兵力如何 怎么样分布 我方的兵力如何 怎么样分布 我们有什么武器 对方有什么武器 优势劣势 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布证 我现在是怎么样做的 请长官指示 就这样 那但是这里面 他是有方法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如果说是一个消防 现在是一个火场 这个地方有火场 又有东西会在爆炸 又有可容的东西 又有会爆炸的东西 化学药品等等 那这个时候是非常危急 跟战场一样危险 那那个长官要来这边 现场要来督导的时候 他怎么督导 谁最清楚状况 当然是第一线的 现场的那个小队长 或者是中队长 如果规模很大 可能到中队长 甚至于到大队长 可能这个来的是局长 或者是什么那个中央的官员 像譬如说天津那次大爆炸 非常之严重 整个港区是 不知道炸死多少人 反正那个几乎 那个就炸的地震了 因为很多化学药品 堆积在仓库里面 那这个时候 第一现场的人 第一现场的小队长 他就要能够跟中队长汇报 怎么汇报 等一下我们就讲这个方法 然后中队长可以跟大队长汇报 大队长可以跟局长报告 中队长可以跟首长报告 中队首长报告 他们的报告当然不是 不是巴拉巴 讲一大堆东西 当然是要严谨易改 要非常精彩 要非常精彩 也就是像我这个每个自媒体的片段 都是这样 他没有没有片头 也没有片尾 一气合成 讲完就完了 就是要这样 这就是训练一个 你检报的技巧 要消头去尾 僅存精华 然后还要严检易改 他要用什么方法呢 以前是五个W 一个H 这是美国人说的 叫五个W 一个H 现在是改成六个W 一个H 他用哪六个W呢 第一个是 什么人 第二个是 在什么 在什么时间 发生的 什么人去干 第三个是 会在哪里 第四个是 what 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 是怎么发生的 why 为什么发生 找出原因来 然后最后是一个 which 用什么方法 来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which 就是在 用哪个方法 最后是 how 如何去做 那刚刚那个 who when where what why which 最后一个是 how 这就是所谓的 六个W 一个H 刚刚讲的那些就是 我们的检报的 这个技巧 就在这里 你就是要掌握的 这样子才能够严检易改 那其实这个东西有很难吗 我可以跟各位讲 这一点也不难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在管工厂的时候 上街人的工厂 那些从那些农民工啊 来的时候根本就 他出事文字而已吧 什么学历都是假的啦 什么中专大专 大学什么的 不敢 他们还不敢伪造大学 因为大学都是政科班的 他们都是伪造中专呢 或者是那个大专 那些我学历我都不看的 我先看你 你给我简报一下 我现在到这边来 你告诉我 你现在怎么做 怎么领导 他如果支支吱吾吾的话 那我就什么 大陆人很喜欢讲一个 七七八八 乱七八糟 什么的 如果你跟我这样 这两个字 智慧出现的时候 我立刻给你打成了 不及格 准备要 要把你 把你那个 把你那个 淘汰 淘汰掉 因为你显然你不能够 你的七七八八 跟乱七八糟 这个东西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要你很有条理的 告诉我 六个W 一个H 那当然 如果我没有受 没有训练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啊 他怎么会 一个农民怎么可能 改造成一个 一个非常精炼的人呢 那我就开始受训 受训之后 包括那些储备干部 一起来受训 后来发现到之后 现有的干部 有的人 根本就不堪照 就 就 淘汰掉 让那个 推陈出新嘛 新陈代谢 就把那些 储备干部中间好的 拉上来 还有不是干部的人 他敢于 发生的 拉上来 用什么来拉上来 很简单 公开简报 一个一个上来公开简报 就像演讲比赛一样 这样子 这样子 一有一个观摩 一有一个竞争之后 他马上 水准就 就起来了 一点都不困难 我在大陆已经屡事不爽了 这个 训练的非常多人 他们从完全不懂 什么叫 什么叫六 那 到后来 他们都可以朗朗上口 而且他可以这样的教人 他也知道他自己现在占什么地位 绝对不是大家吃大锅饭 混农民工 那个样子简单的 所以 我敢说 我训练过的大陆干部 比那个 县级的 甚至于是趋级 或者甚至更高了 甚至于连省级的干部 可能都还 不如我训练主要的干部 这不是自夸 不相信的话 你不妨可以花个五十万 一天一万 五万块 五天我训练你的干部 但你的干部 必须要一百人以上 否则的话 根本见不了功效 以上 吴忠诚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常常讲说 无效泄民 有些人说 我住在美国 我住在英国 我住在瑞典 我住在哪里 我说你都不要跟我讲那个东西 你今天你在那边 你今天给我简报一下 你那个地方有什么状态 他讲不出来 他只不过就是在那边 就是一个 怎么讲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他就住在那里而已 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比普通还要普通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连个简报 他都不会 否则 简单的简 不是那个简刀的简 就是说 你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风土民情气候 就像我们看任何的 那个旅游的 导游的书上 都讲这些东西 当地的平均气温 我们当地的风土民情 各位可以看看 那个唐朝玄奘 写的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 你就知道 玄奘是一个多么仔细的人 哪一个地方 产什么东西 有什么名产 甚至连水果都有几种 同样一种水果 都有几种 他都把它记录起来 而且他这些全部都是靠他 当年就有做笔记 要有这样子细心的能力 这样的观察能力 才有办法描述 观察与描述 各位有兴趣可以看到 我的旧影片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技术 这些技术都是在我的TWI 训练里面 课程里面 就是这个教学是一个技术活 这里面 还有TTTT 就是Teaching Teacher to Teach 里面 如何教那个老师如何教 所有的干部都必须是一个教练 为什么 他要领导别人 你就要指导那个新手 你要如何指导 你当然是要很有效的方法 要很短暂的方式 在工厂生产 不是什么表演特技 特技要慢慢练 工厂是 你来了五分钟之后 你就变成手手 有这样子的技术 你才有办法 你如何在那么短暂之间 把它交汇 而且是很安全的作业 不是什么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 或者他有伤到他自己 造成伤害 工业伤害 工商的可能的任何危机 你都要排除 这些东西都是技术 简单讲就是 我们用刚刚讲的 6W1H 就可以测验 所以你看一个人 说他可以讲说 他以前多么的显赫 多么的怎么样 我们不用听哪些鬼话 我们直接让他来 当场演练一下 你把你的工作经验 或什么样 或者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请你分析一下 给我们听看 而且在五分钟之内 简报 没有一场战争的 首长跑到前线去 要听超过五分钟的简报 这不是集市广义的会议 是要当机立断 在炮声隆隆 可能炮弹 都会打到这个阵地来的状态之下 你怎么可能给他超过五分钟的时间 来解释什么 注意啊 这个工厂就是战场 所有的职场都是战场 你要用这样子的方式下去面对 你才有办法训练出一个精简的表达能力 以上我就能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常常讲的是 宪明有些人很反对 但是我还是要讲 有做一个有效宪明吧 谢谢